各位贵宾您好 我是台湾通勤第一品牌何敬明 最后登机广播 搭乘五星级长龙航空 前往2023长龙航空线上旅展的旅客 请尽速前往底下资讯栏购买机票 线上旅展期间于官网购票 还可再抽一年全球飞到宝机票 机票优惠舱门即将关闭 请尽速前往购票 谢谢 1938年美国纽约地区出现了假的议员美超 特勤人员虽然很快地展开了调查 但经过十年的时间都一无所获 最终这名假超犯因为一场大火而败露行踪 不过他强调自己做假超绝对不是为了发财 只是为了基本的生活 那这位假超犯他最后迎来了什么样的结局呢 生活周遭的历史大小事 欢迎收听周报时光机 我是主持人派瑟克 唉 听到这一集 代表十天的廉价已经结束啦 想必今天早上应该有很多只要是上班族的人 心情应该都不怎么美丽啦 更不美丽的是什么 这礼拜六要补办哦 好想哭有没有 而且回来台北真的又冷 然后天空又灰灰的 收下郑后群席卷整个通勤组啦 在此呢 希望今天有去上班的听众哦 能够收到一个开工红包 或者是任何跟工作有关的好消息 来平复一下这个还没有收回来的心 不过说实话 兔年开局我个人还蛮感到窝心的哦 因为这个其实不少听众 都有来祝派瑟克新年快乐 甚至送小红包给我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爱戴哦 包含这个逐客上班族啊 Heather啊 奥林娜 佳姐 还有车车等等哦 大家的鼓励呢 就是我继续创作的动力啦 接下来的时间也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上一集讲北宋交子的时候呢 有特别提到 今天要来介绍一位假超的罪犯 今天的主角本身不是做了什么高智商的犯罪 反而犯罪手法非常的粗糙 说实话假超大道有名的其实还不少 但是这一位哦 在国外被称为史上最失败的假超制造者 他的名字呢 叫做Emerich Jartner 在正式进入主题之前呢 别忘了追踪周报时光机的IG哦 连结就在下方的资讯栏 Emerich Jartner 出生于1876年的奥地利 还是青少年的他 在奥地利学习了金属雕刻的一技之长 14岁的时候呢 他就移民到了美国纽约生活 家庭本身啊是属于工人阶级 并不算太富有 加上父母总共要养活四个兄弟姐妹 经济负担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重 不过Jartner还是平安的长大了 1902年26岁的Jartner 在纽约找到了一份帮相框镀金的工作 同时他也认识了自己的妻子Florence Lemay 并在隔年两人结婚后生下了儿子 随着时间慢慢过去 两人又在1918年的时候生了第二胎 Jartner的工作也从相框师傅 转变成为建筑工人 转换跑道之后呢 这份工作也提供了免费住宿给这一家人 让他们可以窝在大楼的地下室生活着 虽然说Jartner一家人不算太有钱 但日子还算过得去 然而1929年的时候 美国迎来了经济大恐慌 企业的倒闭潮加上大量的人口失业 许多中产阶级的生活遭受到严重的打击 Jartner一家也难逃这场风暴 大萧条影响了数十年 这段期间Jartner的妻子也意外地离开了人世 即将迈入退休年龄 却在这个时候失业的Jartner 等于是受了两重的打击啊 但60岁的他 知道自己的体力已经不如以往 心想自己是无法回归到建筑业了 更何况也不会有一个企业 要受一个60岁垂垂老矣的老人 而且呢他也不想麻烦子女 于是丧偶的他做起了捡食垃圾的工作 将还有利用价值的物品变卖给批发商 赚取微薄的薪水 可是用想的也知道 第一个你要在垃圾里面挖到宝 就已经很困难了 你还要说服商人买单 想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 很快Jartner就意识到 自己的积蓄正在快速的流失 如果再不想办法把这个缺口给补起来 他将连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都会出现问题 在大环境的百般无奈之下 Jartner在1938年 展开了自己未造钞票的犯罪行为 那Jartner怎么做呢 他凭借着自己少年时期 学到的一点金属雕刻知识 开始准备印钞票可能会用到的材料 由于他本身印钞票 是出自于让自己还过得下生活 并不是要犯下什么滔天大罪 或者引发什么大型的金融事件 于是他选择了对民众影响最小的 一元美钞来模仿 他先是找来了一张一元美钞的照片 并且在电镀板上一笔一画模仿上面的雕刻 紧接着他弄来了一台印刷机 开始印出一张又一张的一元美钞 如果按照通膨的计算 1938年的一元美钞 他的购买力大约等于现在的21元美金左右 换算成台币 等于说一张1938年的一元美钞 大概是价值600块的新台币 基本上你要靠这600块过一天 应该还算足够啦 所以Jartner本身也没有印制太多 他打算就靠这些假的一元美钞 来过着自己最基本的生活 然而大家应该都知道 制作钞票 他其实要经过很多很多道工序的 不管是纸值的筛选 防卫的设计 印刷方式 或者是油墨的选择等等 这些流程做完还要再经过很多关卡的人工检查 所以做假钞本来就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加上这个钞票的纸值是十分特殊的 根据这个美国政府的网站表示 参与制作美钞的公司 其实打从1879年以来 就不停的供应美国政府这些特殊的用纸 美国钞票的纸张材质呢 是有25%的亚麻纤维 搭配75%的棉花混合而成的 所以摸起来的感觉 绝对不是一般纸张可以去模拟出来的 再补充一个冷知识 每一张美钞 它不管是面额多大或多小 重量都必须是一公克 种种条件之下 我们都知道 Jartner在制作假钞上面要不被发现 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果然没多久 纽约市区的一家雪茄店 他就通报给了美国的特勤局 说自己的店内出现了一张一美元的假钞 特勤局听到一美元的假钞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 蛤? 怎么会有罪犯笨道去冒充一美元的假钞 要作为是做这个流通率比较高 然后面额比较大的10元或20元美钞吗? 不然这样子哪里符合成本啊? 然而当特勤人员看到那张Jartner做的假钞之后 他们笑了 笑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假钞的品质真的太差了 用的只是一般的纸张 那就算了 连纸钞上面的序号 也因为印刷的技术不够而模糊不清 甚至连一美元上面的华盛顿 都出现了不明的黑点 最扯最扯的是 Washington这个单字 连拼都拼错了 于是特勤局就随即展开调查 而且把这件案子呢 列为编号880案 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案件编号呢? 诶 这个买一个彩蛋哦 等一下派遂克后面呢 会跟大家说明 随着这个调查时间过了一个多月啊 纽约市区陆陆续续又出现了 四十几张品质低劣的一美元假钞 特勤人员却仍然找不到犯案人 这让他们从原先看不起这个作案手法 到后来他们觉得 诶 这应该是嫌犯在挑衅我们美国特勤局哦 根据这个特勤局的统计啊 他们发现这些假钞并不会大量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而且每周搜集到的金额 不过也就10到15美元而已 因为他的这个做法太过于粗糙了 所以如果真的有出现 应该很容易就找到 但每周就只有10到15美元 似乎这个嫌犯他好像不是很贪心哦 也由于他这个出现的地点十分的分散 加上假钞的数量又很小 而且都没有在同一个地方重复使用 这大大的增加了特勤局的调查难度 就这样特勤人员呢 追踪了这起案件长达10年之久 他们在纽约市区的地图上面 放置相关的图丁 试着从议员假钞出现的地点 想要找出这当中的关联性 然而特勤局一无所获 原本几十张议员假钞到后来隔了10年 已经出现多达7000张被没收了 期间议员假钞还出现在其他的地区 包含像西雅图啊 亚特兰大啊 巴尔地摩等地 但按照这个比例 这位假钞嫌犯好像没有多印更多 反而就是用着一样的这个数量 在过日子的感觉 10年过去没有将罪犯绳之以法 眼看这起案件 最终将成为一桩悬案 这个假钞犯呢 看起来就要逍遥法外了 却因为1948年的一场大火 让真相水落石出 大家好没有觉得我这一集的口吻 有点像东森电视的台湾启事录 就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在过年的时候看太多台湾启事录 录音的口吻有点 变得太过于真实犯罪的感觉 好了不管怎样 1948年的1月呢 为什么会爆发 因为纽约的一栋公寓发生了大火 由于公寓老旧又无人居住啊 所以消防队员呢 在扑灭大火之后 将公寓里头 这些被烧毁的物品 跟废弃的一些建筑残骸 清理到一旁的空地 打算之后 请这个清洁团队来整理 但是在清洁队员来收走垃圾之前呢 有一群小孩跑到里头探险 那当时因为是1月 冬天跟现在目前很像 天气非常非常的冷 纽约的街道都被雪给覆盖了 但是就在这些小朋友的探索之下 他发现这些被覆盖的垃圾残骸的雪堆里面 找到了几张奇怪的议员美钞 这个印刷不清楚的啊 华盛顿拼错的啊 他们就把这些假钞给收集起来 并且把它带回家里 拿给自己的父母看 父母一看就知道 这不就是十年来 这个商家都会出现的议员假美钞吗 他看到这些假钞 就立刻通报了美国的特勤局 特勤局于是再次的派人去搜索那堆垃圾 结果就发现了像是印刷机跟电镀用的新版 他们怀疑这追查十年的假钞罪犯 可能就在大火之前 有在这一栋公寓里面生活过 后来经过这个特勤人员的巡线调查 他们得知了Jartner这个人 并且也确定了Jartner就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假钞罪犯 当Jartner登场之后呢 令在场所有的特勤人员傻眼 蛤?这耍了我们十年的一个嫌犯 竟然是一个目前已经七十几岁的资源回收阿贝 那Jartner被逮之后 他也大方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并且告诉特勤人员 诶?我自己是没有将一元的这个假钞 重复给过任何人 等于说在他精密的计算之下 没有一位受害者损失超过一美元 然而犯罪事实还是摆在眼前 你就是做的假钞嘛 所以Jartner呢 面临了三项的指控 最高可能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在审判的过程中呢 法官得知了Jartner的经济条件 他认为Jartner只为了生存 并没有太邪恶的犯罪动机 加上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呢 特勤人员也觉得 诶?我们在合作调查这些证据的时候 Jartner其实都十分的配合警方 并不会像其他这个贪婪的假钞罪犯 为了脱罪而掰出一些缺乏证据的谎言 因此最终裁定Jartner要做一年又一个月的劳 并且罚款一美元 而且最终Jartner只被关了四个月 就假释出狱了 Jartner这十年下来所使用的一美元假钞 其实大部分都是让自己可以过下自己的生活 因为当时大环境真的太差了 而且他也选择不求助子女 也没有在尝到甜头之后 就失心疯疯狂的印钞票 一连串低调的行径 让他得以在这十年间 用着超假的假钞满天过海 他的故事呢 后来被美国的一位记者在美国的周刊 The New Yorker写成了系列文章 不仅减述了美国的假钞问题 也提及了Jartner的犯罪过程 以及他的生平背景 甚至到了1950年代 Jartner的故事更被拍成了电影 名字就叫做Mr.880 也就是880先生的意思 所以说880这个数字 用的就是刚刚前面提到的案件编号 Jartner还在电影首映当天 他被受邀出席了 也由于Jartner是真实事件的主角 这让他赚取到了不少的版权费 听说他赚的这个钱 已经远远超过于这十年来 自己用过的一美元假钞了 是不是很讽刺 而且我发现 很多这个做假钞的罪犯 他们最终的下场都算是好 例如说这个非常经典的电影 神鬼交锋里面 李奥纳多的原型 他叫做Frank Abagnale 他位造了支票 还有他自己的职业身份等等 后来呢 破获之后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美国的安全顾问 还有制作出号称超级美钞的 Frank Barrosa 后来他也自己开顾问公司 教大家怎么去分辨假货 跟怎么样避免自己的品牌被冒用 所以说 这个怎么好像结局都不错 但是相信大家如果收到假钞 还是很气嘛 也请大家不要笑想 自己可以跟这几个人一样 有这个天大的能力 可以骗过大家 然后可以制作出这种超级假钞 如果你做假钞被抓到 可是要判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好那今天最后呢 就来跟大家讲几个 这个分辨新台币假钞的方法 那根据这个中央银行的说法 大家如果拿到纸钞 你想要分辨真假的话 第一个步骤呢 可以先摸摸面额的地方 有没有凸凸的感觉 那因为其实新台币的 这个制作方式啊 用了三种的印刷 所以有些地方是凸板印刷的话 它摸起来会有凸凸的感觉 那这个部分就在面额上面 可以摸得出来 第二个步骤呢 可以来检查看看 有没有透视水印 怎么做 把纸钞拿上这个 有光源的地方照一下 如果面对光线的时候 看看你的左边 有没有浮水印跑出来 如果像是一百元的话 举例啊 一百元上面就会出现 梅花跟数字一百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一千元的话 一千元的这个左边的浮水印 会跑出菊花跟数字一千 那五百元的话 则是竹子跟数字五百 好 这个第二个步骤 第三个步骤呢 来检查一下 钞票左下角的数字面额 会不会变色 那因为这个中央银行 制作新台币的时候 他会使用变色的油墨 像是一百块 他的这个面额呢 会从紫红色变成绿色 五百跟一千呢 都是从金色变成绿色 你只要稍微上下左右晃一下 那个不同的角度 看的油墨的颜色就会不同 所以也可以从这个角度 去检查 有没有使用变色油墨 另外像是这一次 这个过年大家都知道 擦滴甲超很有迷茫 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 自己的序号 如果你的后五码 如果出现了跟以下相同的数字 那就是假钞了 大家要小心 第一个就是一百元 如果你的后五码是 880BJ 那可能是假钞 五百元的话 080BA 小心假钞 一千元的话 268XD 最有名的吧 小心小心 两千元的话是 370UH 这几款呢 都是假钞 所以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 这个后五码的序号 有没有出现这几个数字 代表你中钞了 可是中的是 非常不好的钞啦 好啦 提供这三个方法 给大家检查一下 基本上 这样应该就可以看得出 真假了吧 如果想要更详细 或者更多分辨的方法 欢迎大家到 中央银行的网站上去查询 那拍摄客资讯栏 也会放一下相关的连结 给大家参考啦 知道这个世代要非常小心 顾好自己的钱 守好自己的财 才会变得更有钱嘛 是不是 OK 这集到这边 祝福大家开工愉快 喜欢周报时光机的听众呢 也记得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追踪周报时光机的IG哦 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想法 欢迎到资讯栏下方填写表单 也欢迎斗内派塞克 让小弟继续充满 远远不绝的创作动力 最后 感谢正在收听的你 为我创造了一次 历史的收听记录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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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